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日决日本核实入侵 罗东发起联署活动 台电输电刚注 希望地方配合移除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 新闻首先先来看到农地地价税调涨风波持续延烧 民进党议员今天在县长施政总咨询时表示 调涨地价税是政府行政权 但国民党却故意抹黑是民进党审查通过预算来同意调涨的 另外民进党议员也要求县府要确实检讨调涨地价税 民进党议员在县长施政总咨询时 要求县政府主管表明调涨地价税是谁的权责 不容刻意抹黑 表示调涨地价税是政府的行政权 不用送议会审议 但国民党议员却故意用奥包抹黑为民进党议员通过预算 是同意调涨地价税 而另外民进党议员也表示农地违规不等于非农用 要求县政府要重宽认定农地农用 确实检讨调涨地价税 我们看到有心的人数建业心事建峰差证 他用到这种奥包 这种允许我奥的方式 要来给我们所有当局的议员 来把这个没出息的事情 在外面的黑白来说 没问题的但是 我们民党政府同意说 让你定居会调券 调券 国民党议员也说 民党议员也说 那是不好了吗 我们每一次都把每一个好的政策 演变成政治实检 然后最后再承担 科技对政治上面的压力 或者是一些操作 然后我们又归缩 或是改变我们政策的制度 现场这样真的没完没了 他自己去挑战的议员 都把他担担一个政策 没问题 这次都大不了人 我们看到很多岁大脑 不止5.3、7天 就这样子 那在整个认定的过程 非常地粗糟 这个美女法比赛的 所有的 过年当年 所有的 有党将40千人 参加仗 的收集可能 在环境没有钱 不过 那个当时没参加的人 因为我会觉得我这可能 参加输人没有参加的 这个一边 一定要考虑 这次 调整的 对象 我也希望团队 所有的团队 可以划筋 跳脱出这个困境 让 政府团队 尽早 结束 地价税 这个战场 我希望 我们伊朗管政会团队 应该开划策 时间的情绪 来针对 对伊朗管的第一个建设 正对 我们现在中央团队 在这些 我们能够提高多的建设 来建设伊朗管的 库库来 打拼 而县长林聪贤 对让民进党议员成为炮灰 在行政沟通上 不周全 表示歉意之外 县长同时也向议会道歉 原因是部分主管 及行政人员 到目前为止 还根本无法体会 议员所指的农地认定问题 他要求今晚所属加班制作 地价税调整流程等说明文宣 三天内记答各家户 向相亲说明清楚 而县长也表示 地价税调整是行政议题 没有政党议事形态 单纯的事情 怎么会变成政党竞政的议题 那部分的习政团队的主管 或者同仁 他没有办法体会 大家在谈的是什么事情 所以对接的问题 他根本没有 还到目前为止 因为我听到现在 到目前为止 如果我没有再下定决心 要求把那个细节 再把它弄好 大概 我看这个问题 闹到明年也闹过 那我刚刚讲的 就是非常沉重 非常严肃的 那我就是讲 今天下班以前 没有把文宣 那个 广路版 跟纸版 纸版 要送到家户的 没有出来 我们就不下班 三天里面 就送到每个家户手中 那如果说 还让各位议员 因为这个行政的议题 这没有什么政党的 那个意识形态 这个是非常单纯的事情 我已经再三提醒 这怎么会变成是 政党的 那个 竞争的议题 因为 这些议题 除了各位 在这么多年以来 除了为了民众说 在各案上面 有一些争执 我们希望把它移清以外 其他应该不能有意图 不能有余议才对 县长也表示 将建议中央每年调整公告低价 精准课税 也期望争取宜蘭县先行事办 宜蘭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导 对于民进党议员的批评 国民党议员也随即召开 记者会反击 强调议会表决民进党议员通过预算 事实就是事实 请民进党不要再辩解 国民党议员对民进党在议会咨询 故意抹黑一事 立即召开记者会反击 表示县议会7月22日 一亿5千多万的地价税预算表决时 民进党议员同意通过调涨地价税 国民党议员一致反对 事实摆在眼前铁证如山 民众可以调阅议事录还原事实 而且县长也认错重启地价评议委员会 请民进党不要再硬拗 不要再骗了 赶快调降地价税 他会反对做得不对 所以我觉得既然你地价税起到过头 已经相信不对 对 你就要做一个筋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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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还有检阅这个议事录来还原事实 来理清真相 我想政绩也会说话 民进党旁一面的在宪服错误的政策 在议事殿堂支持这个地价税报长 我想再次强调 错误的政策 比他们更可怕 做错事不可耻 可耻又可悲的事不认错 真的骗太大了 做责的和抓责的 后面我们有政绩 三个政绩 鐵證如山 民進黨 麥克風 趕快調教你 遞交稅 這個地價稅 掉到太高 是很無理 所以那間的標關 國民黨農教育的力量 大家都知道 民進黨反對說有 他們說沒錢做 它稅無關 我們民意代表是要提前 要讓政府知道 我們要做什麼工作 你要做什麼工作 你做起來 要寫實在說 他的感覺 他的感受 我們要做這個砍板 要做這個工作來做 一定要讓官民了解 沙南暫行 沙南反對 這些都有屬實在裡面 如果我們民生民的 我的邏輯就是 反對增加地價稅 黨村路 它就是什麼 暫行 增加地價稅 它在看什麼 不知道在做什麼 這個政治 就是要讓官民了解 這是不可以我 思思就是思思啦 不可以年後 也不可以民進黨再來 得高到採頭 也不可以建設更順利 也不可以轉移交點 所以說 民進黨不要再騙了 趕快調教地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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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站如山 民進黨不要再騙了 趕快調教地價稅 宜蘭新聞記者 石市民 採訪報導 要如何增加縣庫收入 縣議員邱嘉敬在縣長施政總職學時 就建議全面盤點現有空地 提供涉胎還有議員團體表演 而對此縣長也表示 公有或非公有財產如何管理達到最好績效 也請財政處要全面盤點 縣議員邱嘉敬在縣長施政總質詢時 針對現有空地 期望能夠進行全面的盤點 提供民眾涉胎營運或是議員團體表演 以增加縣庫收入 我們來做一個盤財好之後 如果我們有空間可以適當出來 來做招商 做賣店 像廣場給出來 給這些議員團體做表演 否則可以讓議員團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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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些封號繼續延續下去 可以增加縣庫收入 我告訴你是這麼好的規約 我看有很多規約都在做 請議員團團 許多方向的產業 都沒有在工作這麼相關規約 對此縣長林從賢表示盤點一定要做 請財政處針對公有及非公有財產全面進行盤點 让管理达到最好绩效 并且指示计划处列为重点项目 不容许现有的设施以及设备有闲置情形 也不用等到审计室纠正以及议会监督 县政府内部就要先自己来盘点 等到议会监督 我们自己就要内部喊点 那麦昨天那个议员讲说 我们要过三个 没错 我也不知道 说我们不应该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这都是我们内部的问题 我会毫无保留 就是说我们有问题 我们就去面对 我们有常常把它放掉 这每一毛钱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对我都觉得 最后用钱 用钱分钱 反正找个理由 还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就引人这个指教的内容 我们是不只是设施 连所有的设备 我都不容许让它有限制 宜兰新闻记者14名采访报导 现在还有一个受到热烈讨论的话题 就是日本核灾区周边的食品 是不是要解禁来台 由罗东政工所发起 结合代表会 里长 还有宜兰县家长协会等团体 今天是在罗东中山公园广场 举办拒绝日本核灾食品联署活动 有200多人来参加 不仅高喊口号反核食 也签名联署 希望政府重视 200多人今天早上起聚在罗东中山公园广场 高喊拒绝核食我要健康的口号 这是罗东政工所结合证明代表 各里里长跟宜兰县家长协会 宜兰县家长会长协会 以及罗东政家长会长联谊会 发起拒绝日本核灾食品的联署活动 更用签名表达反核食的诉求 我们的核食呢 一百年也没法度 可以消灭掉 所以永远存在 这是我们所定义的 这比我们的罗友 不得再来 还要害我们一百倍以上 所以今天呢 可以说我们的议员 丹汉丘 丹芳毅议员 吴秋林议员 还有我们的专制代表 我们可以说 对到我们的健康 这年这年就是 而且呢 今天呢 可以说 我们对到我们的核灾呢 我们是有希望呢 政府呢 丘养呢 就是到我们的这个 啊 我们的核食呢 可以来我们的预养官 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未来 你要让他们要试 各位看到我们这些东西 变成的水果或者鱼吗 其实这是非常 这个单身 而且单约的一件事情 那水果都会变成连体的 那如果呢 就是这个食物之后 我们下一大产 就是这些提应 在现在这个少子化的 这个趋势里面 我们的孩子已经越来越少了 那我们将来要靠水 要怎么靠 我想说是一块 要对你审视的问题 罗东镇长林姿妙表示 台湾人民对食品安全 都非常重视 为了民众的健康 这次联合了家长 跟李明共同来发声 拒绝符合灾食品进口 透过签名联署呼吁政府 要证实问题 不分族群 不分党派 我们一起的努力 我们可以说 我们的中央政府 知道说 我们大家是五个人 怕费的 因为呢 我们希望我们的一台呢 可以非常健康 非常安全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开这个记者会 我们今天联署建立荣誉 所有的人来到这里 都来联署 也要拜祷我们政府 可以重视到 我们这个核灾 核食 这个核的这个严重性 今天这场百人联署行动 罗东镇公所 希望全民不分党派 一起站出来 拒绝核食入侵台湾 捍卫台湾人的食品安全 也保障健康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报道 继续来看到地方消息 因应台电地下化工程 目前在宜兰市地区 还有29座的书电缸管杆 必须要由地方民众 配合工程进行 对此立委陈欧迫是出面协商 希望在年底前完成 另外还有五座高压电塔的部分 也是未来迁移的重点 根据台电表示 为了紧速移除 目前画面中这些大型钢管杆 必须趁着农田修根时 进驻大型机具来做相关作业 台电希望透过立委协助 协商地方让迁移工程更快速 预估29根钢管杆 要在农历年前来完成迁移 到整个这个农田 大型机具要进入 那可能如果说现在进场去拆 可能会损失到这些农作物 那农民的辛苦 那就整个白杆 那我们是台电就是说 是等到它农割完成之后 那我们再进场去施作 那避免这个农损的部分 那所以说 我们就一定在明年2月之前 就把它整个拆掉 另外附近还有五座大型铁塔 也是地方迫切希望搬离的重点 五座电塔的部分 我要求台电 要尽速提出规划 然后尽速完成 这个拆除的一个地下化的工作 我想还没有拆除 那因为整个那个台移段的部分 是改成配电的部分 这个是涉及到工程的进行的部分 没办法一次到位 宜兰新务记者张立林 采访报道 在交通方面的消息来看到 宜兰市火车站前 因为百货还有银行林立 所以人潮不少 而光复路边也划设了红线禁止停车 不过民众还是会贪图方便 照样违规 长久以来也成为交通乱象 明明知道划设红线 但是民众还是照样违规停车 或许只是停一下就离开 侥幸警方不会刚好来取缔 停在哪里 红线 知道我可能会被罚知道吗 知道 怎么还会停 因为没位置啊 不然他这里购物都没有停车的啊 不法被 对 那你们不怕被罚吗 还好吧 因为进去买一下子东西就出来了 根据地方表示 宜兰火车站前的光复路 属于示范道路禁止停车 但是民众因为消费或办公业务 甚至是卸货因素 必须停靠在这路段 尤其计程车行最无奈 时时刻刻要躲警察 避免失红单 所以大家都希望规划停车空间 应该是要改善啊 因为没有这几座 大家都要去开车 这机车都同样都开车 你最好也会说 跟卫杰企 他们这里要洗后期 他们这里要停一两台了 对啊 我们这车车的门外面 不要说什么 没有我们停一台了也可以 不要说 一直跟我们开车 像我们停的那边 跟站样料 公车站牌 也要来开单 我们也是要开车 因为这是人家执行 公权力应该要做的 我们都会配合力 他们来我们就尽量配合力 尽量是说 我们方便大家市民也比方便 对吧 我们不是跟他说要求我们而已 因为这几座都行算 示范区 我说什么示范道路 我也不知道 以前是怎么规划的 那不如就按照我们罗东那边 车站前面比照办理 那既然这边都一直都有人在围庭 那你干脆你就就地合法化 让他就是都化停车位 看是机车汽车客班 或者是这边都是机车停车位 对我们这边的居民都比较方便 对此市民代表认为 可以协商各相关单位 透过完善的规划 缩减部分人行道 还有移植变电箱 作为停车卸货使用 兼顾安全跟便利 部分机车都是暂时性的来 顶多是10到20分钟来 来恰工 他的确有这样的需要 那我们一起来研绎看看 包括如何让 就近的这个变电箱 一次到位能够地下化 让所有来疏解 火载下车的人潮 他在像今天下雨天 他或许可以走棋楼 然后又让机车 又能够合法化 让他舒舒服服的能够走人行走棋楼之后 还可以让他的机车和放心的去恰工 那甚至我们还可以规划 可以做一个卸货区 旁边这边还有计程车行 我们也是可以规划一到两个 让这个计程车行的时候 他可以去载客有这样的需求 我希望相关单位能够一次来 我们能够来把解决这样的问题 包括在交通 安全 辩民 需求 一次来做延伤的部分 宜兰兄记者张立林采访报道 天宇陆华行车真的要特别小心 梭花公路降下大雨 今天发生两起事故 早上10点在116公里处 是发生了机车擦撞翼影车的交通事故 造成机车后座富人送医不治 后来11点又在113公里处传出了 落实杂重修旅车意外 一名老夫人重伤送医抢救 而交通也一度中断 下有一点才恢复单线双向通行 受到华南云语区东移 以及东北季风的影响 梭花公路降下大雨 多处出现零星落实的情形 今天早上11点在台九县113公里处 出现落实杂重休旅车的意外 一名坐在副驾驶座的68岁江姓老夫人 被落实杂重受伤 送往苏澳荣民医院抢救 还造成现场交通一度中断 经过公路总局四驱工程处的抢通后 下午一点多恢复单线双向通行 苏澳公路除了有落实杂车的意外 今天早上10点也在台九县116公里处 发生了机车擦撞一影车的交通事故 其中机车是儿子载着妈妈 而后座的妈妈是55岁的妇人 当场没有生命迹象 经过送医急救后中午宣告不治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导 经过上个星期的好天气之后 相信民众对这几天的湿冷情形还不能适应 宜兰气象站是表示这星期基本上都是下雨天 气温甚至在20度以下 也提醒民众注意添加异物 雨衣雨伞不能少 根据宜兰气象站表示 受到东北季风加上大陆华南雨区东移的双重影响下 降雨量增加所以出现豪大雨现象 跟一般传统绵绵续雨有所不同 23-23这波东北季风是因为主要是 它除了东北季风之外还伴随了华南雨区的东移 造成比较强的剧烈降水 所以在23号我们去宜兰地区来讲 像苏澳都已经达到豪雨的等级 各地都有达到大雨 像我们的头层、东山、壮围、五节 都已经达到大雨的标准了 请大家特别注意 这个雨还是会下 我们预估在24号的时候会有比较干空气南下 所以我们预估在25-26是一个短暂空档 在这周当中比较好的天气可能出现在周五周六两天 但随后27号开始 反而受到菲律宾附近的热带性DCI影响 将会带来银封面的雨势 好像要撑闪 这一周都可能都要攜带雨具是不是 是的 未来这一周其实主要都还是东北季风影响 主要是两波 一波就是今天这一波一直到25是东北季风 再来27-29还有下一波的东北季风南下 那27-29这一波东北季风南下的温度 降温我们预估大概跟我们23-25这一波的温度是差不多 低温都会在20度以下 差不多18度到19度左右 那早出晚归请你特别注意下添加的衣物 那天气都会变两会有感觉很明显的凉意 总之这个星期早晚温差大 最低下探18度 而且几乎都有可能下雨 尤其长辈小孩更要注意保暖 避免感冒 宜蘭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 在新闻时间之后 接着也一起来看到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预测 明天宜蘭地区是阴短占雨的天气形态 降雨几率为90% 气温预测在18-21度之间 接着看到雨夜气象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蘭新闻 我是黄竹汉 也感谢您的收看 祝大家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